中三高级华文单元五 预想不到的迷路 就跟时下年轻人一样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计划 不是找工作 而是背包旅行 刚好那时表姐去西班牙公干 我就跟着她一起去 一来有个伴 二来跟她住同一个酒店 也可以省下一笔钱 表姐一大早就赶去开会 我则背着沉甸甸的行囊 漫无目的地 开始我的行囊库旅 我大火车 随即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镇 一出车站便看到 鹅卵石铺成的洋长小道 我在交错的堡垒市建筑间 沿着蜿蜒的小道前行 空气中弥漫着花朵的芬芳 仿佛欢迎着 我这个从钢古水泥星球 降下的穿越者 漫步在这古雅的世界里 我完全沉浸在 新奇和赞叹的氛围中 走着走着 我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怎么好像总是回到 同一个地方 我开始意识到 自己一直在兜圈子 我努力回想 刚才走过的路径 也尝试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但是越走越迷糊 越混乱 我迷路了 在陌生的地方走失了 我连自己在什么镇 什么界都不知道 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 更没有卫星导航系统 我想 如果找不到回去的路 怎么办 如果无法回到火车站 又怎么办 想着想着 我的心坠落谷底 在慌张之余 我开始问路 但面对的都是一张张 不知你在说什么的脸孔 他们完全听不懂英语 我在情急之下 开始匕首画脚 希望好歹能让他们知道 我要回去嘟嘟声的火车站 无奈得到的 都是摇头走开的回应 多次尝试 结果都是徒劳 我只好放弃问路 既然已经迷路 那就接受迷路的事实 相信无论如何 总会有出路吧 说着也奇妙 就在我转念开始 享受迷路之旅时 我发觉自己心跳慢了下来 也没有那么焦虑了 这时 路边的一个小装饰品店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索性走进店里逛一逛 店里摆卖很多旧书刊 我无意间发现一幅小地图 上面有清楚的火车站标志 我指着地图中的火车站 向中年店主求助 他点点头指向书店的后面 后来他干脆 直接把我带到火车站 迷路是可怕的 独自一人迷路 更是让人惊慌不安 因为它让你失去了 熟悉的安全感 人就是这样 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圈 就会感到紧张和焦虑 然而 有时脱离一下舒适圈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迷失的路途上四处游走 也是一个学习的旅程 在人生的旅途中 总会有迷路的经历 其实 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学习方式 通过反复观察和练习 以及对各种事物的内省和体察 最终学到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 久而久之 这种体验式学习 会让人们养成某些行为习惯 甚至形成某些情感 态度 观念 所以 当你面对岔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时 当你觉得自己好像搞砸了 而感到迷失时 也许这次迷路正在为你开启另一扇学习之门 生词朗读 陈殿殿 天辟 鹅卵石 堡垒 蜿蜒 芬芳 都圈子 坠落 好歹 金黄 差路口 此语教学 中三高级华文单元五 预想不到的迷路 陈殿殿 解释 形容沉重 例句 一 在兵营里受训的士兵 都要背着陈殿殿的背包 步行十公里 二 看着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 老人肩上陈殿殿的包袱 终于可以卸下了 天辟 解释 远离繁华地区 交通不便 搭配 天辟山区 地点天辟 预句 一 这个景区很天辟 很少游客会到这里来 交通非常不方便 二 这里非常天辟 没有手机信号 晚上出门也很危险 鹅卵石 解释 圆滑似鹅卵的石子 例句 一 这条街道是有很多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的鹅卵石铺成的 非常漂亮 堡垒 解释 做防守 用的坚固建筑物 例句 一 我们有坚固的堡垒 敌人无法轻易攻破 二 有很多以前战争留下的堡垒 都成了旅游景点 蜿蜒 解释 形容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的样子 搭配 蜿蜒曲折 蜿蜒起伏 蜿蜒小路 蜿蜒 一 上山的小路蜿蜒曲折 开车上山非常危险 芬芳 解释 气味香 蜿蜒 一 春天百花齐放 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花香 兜圈子 解释 走弯曲的路 也指 走渊网路 蜿蜒 一 他在树林里迷了路 一直在里头兜圈子 坠落 解释 落下 掉下 蜿蜒 一 他得不到弟弟的宽恕 一颗星坠落谷底 二 他从高处坠落 受了重伤 好歹 解释 无论如何 蜿蜒 一 虽然他这次测验没有及格 但是分数比上一个测验高 好歹也算是一种进步 惊慌 解释 惊慌 搭配 惊慌失措 惊慌不安 逆句 一 那个旅游景点突然发生地震 游客们都吓得惊慌失措 岔路口 解释 几条不同方向的道路交叉的地方 逆句 一 大家在岔路口道别 便各自回家了 二 他站在岔路口 不知道该往哪一个方向走 都会在岔路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